思维不尽 佛陀所教导的整个道路 完全没有任何的想象 或只是推理或思维 这样并无法带人走向最终的目标 一个人必须体验到实相 但有些的人心是十分迟钝的 有些人的心非常的散乱 你无法要求这些人直接从观察呼吸开始 他们无法感觉到感受 并对感受培养平等性 这些人多半是对身体的感官欲乐 对于性欲的快乐有很强烈的执着 为了使这些人的心性达到某一种程度的平衡 所以让他们从这些技巧入手 对那些执着于肉体表象自美的人 对肉体外在美感沉迷的人而言 就要他们像这样开始修行 这个人只是开始在思考 他还感觉不到感受 这没关系 像这样粗钝的人 开始必须用想的 而至少让他有正确的思考 人对身体有这么大的执着 男人的身体或女人的身体 这么大的执着 而这个身体是什么呢? 自脚底而上 自头发而下 这就是整个身体的结构 为皮肤所覆盖的整个身体 整个结构 你以为这个身体非常漂亮 现在就看看这里面有什么漂亮的 到底漂亮在哪里 它整个是丑陋到极点 只要去想一想 试着去了解一下 虽然你还无法经验到这些真实的不敬 但至少开始思考一下 在这所谓的身体 这整个身体 身体有哪些部位呢? 头上的头发 身上的毛 指甲 牙齿 皮肤 肌肉 筋腱骨髓 肾心肝脏 肋磨皮脏 肺肠肠膜 胃脏粪便 胆汁痰浓 血汗脂肪 眼泪淋巴 口水鼻涕 华玉尿水 这就是身体 这就是身体所含的 你要以这种方式思维 对无法了解正法 无法修行正法的人来说 思维是有必要的 很好 那就开始想吧 这身体到底是什么呢? 你就开始想 开始思维 不断地思维 并对身体发展出不敬而厌离的态度 这样子心才会稍微平衡一些 接着你又能够继续修行了 从观呼吸开始 或者直接从观察感受开始 再度观察 升起灭去 升起灭去 不断地升起灭去 你步上了正道 但这只是起步 你一旦步上正道 到了更高的阶段 就很容易可以看得清楚 身体是什么 你不需要在身体上开刀动手术 去看血呀 肉呀 这个那个 你发展出了天眼 可以把身体每个例子看得清清楚楚 仿佛放亮了眼睛去看 不过这是很后来的阶段 佛陀以这样的辟语来解释 好比有一种麻袋 开了两个口的麻袋 一个口封起来 另一个口开着 麻袋里面装满了各种的古物 像是装满了稻米 糙米 绿豆 豌豆 芝麻 白米 有一个人放亮了眼睛 有着很好的眼力 可以看到 这是稻米 这是糙米 这是绿豆等等 不管是什么 他都能够看得一清二楚 一个有眼睛的人 张开眼 看清楚了 然后说 里面都是这些东西 同样的 一个人到达这么高的修行阶段 将会看到身体里面是什么 在这皮肤所覆盖的身体里 他观察 他直接看到这一切 在身体当中 有头发 腹毛 等等 但在这个之前 他经过同样的过程 内部外部 内外同时 还有 生起灭去 生灭同时 一个人 不论从哪里开始 都必须经过 同样的这几个阶段 根据个人的根气 根据他的背景 根据他自己的能力 是否培养起来了 他可能从比较粗钝的阶段开始 或者从比较微细的阶段开始 而当一个人达到了 哦 这是身体 就只是身体的阶段 从实相建立起觉知 而清楚地了知 这只是身体 一个人不再注着于 这个物质世界 这个身心的世界 这个人达到了 超越身心的阶段 超越了执着 这个人摆脱了 所有的执着 达到了完全解脱的阶段 更是在参加脱的时间 下车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不想看